VR是虚拟的但体验是真实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VR玩乐 我是老朋友崔老师 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 Q2 V50系统正式版的新功能 大家现在看到是测试版里面 短暂出现过的新主控式虚拟布局 一个西部金矿的场景 只短暂出现过一天就被Meta移除了 不知道会不会跟那伙联动指环王一样 有特别的安排 当然也可能是一号游戏 找回某个新游戏的附属主题虚拟布局 这应该算是快在头显第18个主控式场景了 这一点Pico真得好好学学 既有数量又有质量 同时移除了还有测试版里的 默认开启GPU全部性能 现在正式版里还是level4的性能等级 所以今天主要还是讲讲新增的 自定义天空核式图和背景音频播放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网页AI工具 直接生成天空核式图来替换 非常的方便 而且这个AI工具最新的版本 支持识别紧笔化 配合指令词的使用应该会更加的实用 好我们先在设置里进到这个实验室功能 打开这个自定义天空核式图的选项 打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个性化的设置里面 找到虚拟布景滑到最下面 找到这个自定义天空核式图的选项 只要你开启了就会出现 点进去 这里你就有几个预设的默认图可以给你更换一下 这边可以看一下大致的效果 实际上呢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课图文档里面 已经有其他的图片就可以点击自定义 那就可以选择了 大家这里注意一下 我这张黑神话的壁纸 它本身不是全景图 也就是说 它这个功能是支持任意图片的 你的图片即便是普通的图片 你的自拍都行 它反正会把你拉伸成这个自定义的这个天空核式图 但是它本身就是不适合嘛 因为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图片 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学会如何在这个浏览器里面使用这个AI生成天空核式图的一个功能 那在这里面的 它说是不是每个虚拟布景都能够切换这个自定义的天空核式图 我自己试了一下 基本上每个都是适配的 只是说有些不同的虚拟布景 它看到外面天空核式图的视野是不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打开浏览器 搜索这个AI生成Skybox图的一个工具 叫做Blockhead Labs 这个我之前也专门做过一期视频 给大家介绍过 它有个VR模式 不过现在这个VR模式是进不去了 估计是后期没有适配更新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像之前那样 可以直接通过VR模式预览这个天空核式图的一个效果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只要我们下载过来也很方便 反正也就是多了一个步骤 因为它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寥寥数笔的简笔画 来画一个大致的一个几何图形 它会根据我们画的这个几何图形 再去生成AI的一个事物 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个三角形 那接下来我就多画了两条线 老实说我自己现在也没有一个概念 我画的这个东西是想要干嘛 我只是随便画一画 那我个人感觉它可能会帮我生成一个房屋一样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指定池栏输入 我们想要的一个指定池 我这边因为是在科技图里面这个东西小屋的场景嘛 我就输入这个冬天 还有这个内可也就是湖边 看一下它大致会给我们一个简安的效果去适配 然后这边的生成风格我选择动漫风格 然后点击绿色的生成就可以了 那果不其然 它给我生成了一个三角形形状的一个冬天湖边的一个小屋 如果你绘画比较好嘛 你画简笔书苗比较就是精致的话 你可以画的更详细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牌不够合适 我把它的风格切换成了数字化风格 再重新生成一个 那这个话感觉就有点和谐了 我就把它给下载过来 点击这个下载按钮 就在这个绿色生成器按钮的上面 那我这边点击一下允许下载 下载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设置里面 这边呢你就可以进行更换我们自己的图片 我们点击我们刚刚下载好的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大致效果 有没有感觉还蛮符合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流程 那我们就可以在整个虚拟场景里面稍微四周灌一下 你看尤其是左边这个房子 这个天空和仕途它生成了这个房子 是不是刚好在这个角度通过我窗外看过去非常的合适呢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那这种反而AI生成了嘛 大家只要多调试几遍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是这个后台播放音频的一个效果 同样的我们要在这个实验性功能里面打开这个实验性选项 也就是后台音频播放 打开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到这个位置来源 我们下载的这个一般手机常用的一些音乐播放软件 我这边用了这个Spotify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国内的一些音乐软件去试一试啊 在这个2D软件里面呢 你只要进行播放之后 直接切换到这个后台 点击这个缩小弹窗 那么它就会播放 它不会有卡顿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任意的去到自己想要玩的游戏里 比如说你玩Demail这个桌游游戏 可能你就不需要就是说 它自己游戏的一个背景音乐吧 那你就可以听到自己想要的歌曲 就可以在那里玩游戏 哦对了 还有一点我忘了说 这个就是后台音频播放的 你是不能在录屏里面给大家展现出来了 所以说刚刚前面这一段 不是它没有成功播放后台音频啊 是因为它本来就不能录制出来 我觉得这一点Meta还是挺贴心的 因为我们平时要录游戏实况 当然是不希望我们播放的2D音频 会带来一定的干扰 那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就是如何去播放视频的音频 它跟这个直接2D的音乐软件播放 是有点差别的 我在这里给大家特意提醒一下 我们现在打开B站随便点开一个视频 那这个是Avici的一首歌的播放码 我现在点击播放之后 如果我现在把浏览器的窗口给缩小 它就会马上停止播放 它不像2D音乐软件 它还能继续播放 这个时候我们点击通知 滑到最下面 一定要滑到最下面 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你刚刚播放的这个视频的一个 这个通知栏 我们点击播放 这个时候它又会重新播放 所以你如果想要听视频的音频来玩游戏的话 你每次进入游戏之后 它都会暂停掉 所以说你每次都要重新在通知里面 用这种方式把它给打开 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切换下一曲的话 等于就是切换下一个视频 比如我现在在B站的这个视频里面 它自动有一个播放列表 我点击这个通知栏里面的下一曲 它等于就是切换成了下一个视频 刚刚是RV7的歌 现在变成了王嘉尔的歌 那最后要说了 就是V54里面还有一个没有提起的更新 就是动态窗口大小的变化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原来的 这个手机上面的一个软件 它就会变成 类似于手机一样的一个竖屏 然后呢 它现在还在它的整个窗口外面 增加了一个透明的一个框框 这样更方便我们去抓住它进行一个移动 如果你现在打开的是这个 比如说探索界面 打开探索界面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正方形 这就跟我们刚刚这个竖屏的这个手机界面又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打开的是一个三电界面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一个长长的长方形 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蛮实用的 尤其是在这个触控模式下 整个操作就会变得更直观和简洁 至于其他一些小的改变的话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地方了 大家反正更新V54系统之后也能观察到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的 就要陪着VR成熟LoninVR载度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点赞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